這裡有一堆散件 它是怎樣由散件變成了一部完整的單車 Hello 各位朋友,很久沒見,我是譚祈邨 之前跟大家分享足球裝備、採訪裝備說了很多 最近我多了一個新的愛好,就是砌單車 講起砌單車,原於是我女兒 在我從北京做完東奧直播之後回來 她就說想學踩單車 那我家就只有一個很陳舊的五陽 還要是爺爺留下的單車 實際是非常之重的 我女兒應該就駕馭不了 所以我就決定幫她買了一部摺疊車 不買就由是可,一買就上癮 因為為了要陪女兒玩單車 那我就借了我的死黨林子浩一部舊的山地車 那這部山地車放在倉庫就很久了 無論是飛輪、牙盤、鏈條都需要重新搞過 還有,阿子浩就拿這部車去沖山 那條輪胎就鬼死那麼闊 在市區踩就很累 所以我就幫她換一條摺輪 換下換下我發覺 搞單車都挺過癮的 然後自己就買了一部炭纖維架的公路車來踩 改一下這樣改一下那樣都是不夠過癮 不如自己砌一部吧 那砌一部什麼車呢? 風行全球的英國Brompton單車呢 它的摺疊就真的非常講究 正版英布的話 二手都要萬多元一部 但又真的很吸引 越看越想砌一部 於是我就上網去找相關的一些配件 當然一玩就玩萬多元的英布 我真的玩不起了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二手的車架 是國布的 而且這個難度也沒有那麼大 因為這個國布 它基本上的車架是塌好 包括Headset 前叉後叉和中間的通全部塌好 然後賣家還跟我說 它有張鏈器 有煞車 其實你撿回兩對鹿下去 就可以砌成一部車 於是我就開始了砌這一部小步了 砌車之前當然要了解一些參數 首先小步它所用的車輪是多少吋 沒錯是16吋 但是是16英吋 和我們平時玩的16吋是有不同的 因為16英吋的尺寸是接近18吋 它的直徑是349mm 所以大家一定要買16英吋的輪子 而不是普通16吋的輪子 如果不是你裝不到的 我也差一點點 之後就是配花鼓 花鼓要看前叉和後叉的開檔 所謂前叉後叉的開檔 就是前叉兩條叉之間的距離 小步的前叉開檔是74 而後叉開檔是112 單位當然是MM 所以大家如果想砌這部車的話 你的花鼓也要買前74後112 選了很久了 最後我決定幫這部車 砌一個內三速的花鼓 首先我沒玩過內三速 因為我女兒的摺疊車是外面9速 林子號的山地車更加是外面27速 而我自己的碳纖維公路車 原本是22速 當然現在給我改造 只有11速 直接就不要了前叉 而小步這部很明顯 就只是作為通勤用途的車 其實有三速應該都夠了 而為什麼會想試試內三速呢 其實內三速在國外都很受歡迎 很多的日常通勤用車 都是用這個花鼓的 而剛好Shimano的花鼓 也是一日二開檔 適合就放在小步的後面當中 而前花鼓我亦都選了一個Shimano的發電花鼓 我打算幫它放多一盞燈在車頭的位置 通過花鼓來發電 就令到一盞燈亮 最終我就選了這兩隻花鼓 而輪圈方面 我是找了一些特價貨的 80元一對 在淘寶圖回來都是全新的 之後我就把花鼓和輪圈交給 就是廣州一間雙熟單車鋪 幫忙編這個福條 編完福條之後的輪組 它是沒有輪電的 我亦都上網買了輪電 把它裝上去 之後就裝上內輪和外輪 這次這個黃邊輪也挺帥的 這樣前後輪組就搞定了 之後我們就要把前後輪組 放在車架上去 因為前後花鼓都有它的特殊功能 所以它們都不是快拆的花鼓 都是要靠領螺絲領上去的 而後花鼓更加加一個內面的裝置上去 裝起來其實就沒有我們平常用的快拆那麼方便 而內變速到底好不好調適呢 其實又真的不難 將內變速裝好之後 其實它就有一支頂針 而內三速的頂針 它中間的位置就是二檔 而二檔的時候 實際上就是用原本非輪的一個齒比去進行驅動 也就是說花鼓裡面沒有加任何的一個變速裝置 當減到一檔的時候 它就會將功效降低 而去到三檔的時候 就會將功效提高 當然提高了功效 大家踩起來就會略為吃力少少 不過說起只有這三個速度的變化 其實已經夠日常通勤的使用 還有裝小步的話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都沒有外變速 沒有外變速的話 不需要將鍊氣了吧 錯 因為這部車的摺跌方式非常之特別 當你一摺車的時候 其實是會影響到鍊是會鬆了的 如果沒有將鍊氣的話 是一定會脫鍊的 最後我們要講講就是鍊條 因為Shimano的內變速飛輪 是屬於單速飛輪 如果我們用非單速的鍊條來拖動它的話 是完全咬不住牙的 所以我原本有的幾條鍊條 都完全沒有辦法使用 我亦都買了一條 全新的Shimano一速的鍊條 最後裝上去之後是完美匹配的 這裡大家要留意了 經過一個星期的選擇配件 等配件快遞到 到到這部車組好 剛好有魚正就是廣州的暴雨天 暫時我未長距離測試過這部車 不過我發覺內變速花鼓 似乎是需要磨合的 因為我在裝好當晚 就下樓去踩了半小時 感覺就是當你發力踩的時候 有少少打滑的跡象出現 尤其是在三檔的時候 但是當我踩了15分鐘之後 這種打滑的情況 又沒有那麼頻繁出現 可能新的鏈條 新的花鼓 他們都需要一定的時間來磨合 在我裝這部車之前 其實有朋友勸我 不要裝內變速 沒有用的 那我要講講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內變速 幾適合通勤車用的 它的齒比變化雖然不是十分之大 但是可以令到你舒舒服服的踩車 上坡的時候用一檔 平時踩的時候用二檔 上加速或者落坡的時候用三檔 是挺好玩的一個就是變速的過程 還有內變速花鼓最好的一件事就是 它密密實實 基本上是不用怎樣保養和維護 如果動手能力弱的朋友 尤其是女生 其實整個內變速給它用 可能會適合它 好了 今期的節目就跟大家分享這麼多了 下次跟大家講講另外兩部單車 是林梓浩那一部山地車 還是我那一部公路車呢 下期再見 哦 是呀 片尾會有清單的 告訴大家我組裝這部車 大概用了多少錢 也方便大家組裝車的時候 自己參考一下